各位朋友,你們好,我是Matthew 上次分享了一段影片之後 也有很多朋友關心我的狀態 多謝大家的祝福 如果你有留意到 現在我右手這幾隻手指 其實就好了一點 雖然它的顏色就噁心了 比之前就深色了 但如果你看回 其實它正在結晶 我相信還要過多一兩個星期 它這些的晶才會好 如果你看回的時候 我幾隻手指 手指尾也有少許出現 凍瘡狀態,但不嚴重 如果我們比較一下手指 手指尾也不太脹 但如果是叫做無名指 你看到就比較脹 中指也挺脹 至於食指是最脹 比起我左手的食指 它是脹很多的 手指指尾也不太脹 這裏不知道是不是也有少許 無論如何都好 已經前後四個星期 從最初發現自己的手紅紅 到現在已經是四個星期的時間 我猜都是需要等時間過 這些凍瘡才可以好 那這段時間我都盡量 不用太多冷水 還有盡量有塗霜 外出又有大手襪 還有盡量讓雙手不要太冷 但是也沒辦法 天氣實在也挺冷 在倫敦上個星期日 開始第一次初雪之後 你看到現在外面 其實都是積雪還未溶 雖然沒有落到更多的雪 但是積雪仍然還未溶 接下來都會冷多一兩天 那下個星期可能會再暖一點 那其實都真的挺冷的 特別出街的時候就挺冷 在屋內就不太冷 因為屋內始終可以開暖氣 還有那些雙層玻璃窗 那些的設計 其實都會幫助 可以擋一擋我的氣溫 那在這裡就分享到這裡 那跟大家回報一下 那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